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二手樓的名單 位置是Richmond Wal-Mart的地區 後面是Elder Bridgeway Elder Bridgeway上來這邊有一個Wal-Mart商場 裡面有很多食物 很久之前跟大家拍片分享過 我們的房子就是這棟 9551 Alexandra Road 這棟是Alexandra 距離Wal-Mart走過去只有一分鐘的路程 我們的建築就是這裏 我們一進去看看房子 是一個兩房的單位 裡面也設定得挺漂亮的 好 Let's go 因為這個單位長期都是出租 所以其實我去的次數都很少 這次跟大家一樣都是第一次上去看 這個其實是一個叫做Buzzle System 可能有些香港朋友不太熟悉 香港通常都有看姦 或者是管理員坐在建築 這邊有些時候 如果你的部份已經設定了 連接了這個系統和Stradar 這個單位就有一個特別的號碼 2 1 這個號碼可以直接連接到 家座機 甚至手來電話 你的朋友收到之後 他按一下就會開門給你 還有裡面的電梯 都會自動可以給他2-3分鐘的時間 現在已經開門了 已經開門了 給你2-3分鐘時間上去樓層 過了這個時間就已經開門了 那你就要重新出來Buzzle System 這個也是一個安全的測試 我們現在進去 這個就是大堂 這裡也是樓梯上去的一樓的單位 然後這裡有一部升降機 應該是另一個地方都有升降機 到了 我們現在就進入到Unit的內部了 是930呎兩房兩次 還有一個Open Band的單位 我們這個職位是比較省位 也是兩邊有房間的 門口就在這裡 進來之後 這邊就有一個比較大的廚房 L-shaped廚房 再加上有一個中度 中度應該都可以坐到3個人 雪櫃是雙門的 牌子是Fisher & Piquel 然後發展商是Polygon 所以其實是很普通的Polygon設計 這邊很多樓都是這樣的 主要都是白色配一個木地色Light Wood Color的Back Splash 都是鋪了磚的 這些上面都會有大量的儲物空間 很充足的 這邊也是 然後下面的焗爐都是Kitchen A 它就是30吋的路頭 七頭營機是Bronk拉出來的 大家聽一下秋風的聲音 這邊的話就是兩個洗手盆分開兩邊 洗碗碟機是放在洗手盆的右手邊 牌子都是Kitchen A的 我們看看 這些下面都是一些儲物空間 垃圾桶也是可以拔出來的 中度位的話 都會有大量的儲物空間 這些是打開比較深的儲物空間 這邊是四格櫃桶 微波爐是放在這個位置 廚房出來 其實這個位置上面是一個雕燈的 大家如果喜歡可以在這裏做飯廳 又或者可以在開店 好像現在屋主在開店的範圍設置了飯廳 客廳會感覺更寬敞 但其實都可以在這裏設置像書房的位置 然後我們來到這邊的入體 在兩邊分開房間 這一個其實是第二間睡房 第二間睡房 睡房在這裏 放到Clean Size床 兩邊都有床頭櫃位 看出去都是向東方向 衣櫃是單門衣櫃 這裡直通過去 除了在後面的開店之外 會有洗衣機乾衣機 現在進行維修乾衣機 然後這邊就是Furnace 這個建築有冷暖氣 是Central Air Heading and Cooling System 有一個Furnace在這裏 這裏就是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其實是客廳 所以通到客廳 浴缸 上面有Shower Head 這裏就是Sink 然後有下面的储物空間 還有座廁 這裏我見過其他朋友或售人 直接將它在這裏 可能加了一個Sliding Door 或者一塊布 這裏就好像做到 第二次主廁 更多個儲物間 或者是書房間 給小朋友用的 挺有趣的 大家可以考慮不同的設計 好了 回到這裏飯廳 剛才說這裏可以做飯廳 現在客廳很寬敞 放到一張比較大型的三座梳化 也有比較闊的位置 可以看到電視機 這幢電視場的空間也足夠 因為有時看到單位 中間開了一扇門 要出去不知哪裏 很難放大電視 這裏大家直接掛牆 放再大一點90吋電視 來到這個位置 大家去到近窗口位 這個方向向東 我們看來圓位置 同棟建築的U形位的另一邊 距離感也足夠 因為中間隔了一個很大的住宅範圍 大家的公共地 我剛才看到人放狗 那邊是一些大家可以一起公用種植的場所 旁邊的建築都是同一屋苑 大家自己像一個小中間 小社會 向東 小心 沿了就好了 這裏就是一個自己的露台位置 這裏有玻璃門 這邊有一個正正方方的露台 走出來就可以更加看到內圓的風景 主人房也會看出來這個露台的位置 這裏過來就是主人房的位置 剛才錯過的就是這個門口進來 這裏是主人房的床 兩邊還有床頭櫃位置 這裏是衣櫃位置 它是進入一個床頭櫃位置 之後再來洗手間 洗手間這邊還有兩道門 這裏是四層的洗手間 兩個床頭櫃位置 中間有儲物空間 下面也有這些櫃桶 儲物櫃的座廁 後面這裏有毛巾位 然後這裏有一個比較大 比較闊的露台 這個露台有花灑頭和有個雲頭 後面還有一個可以坐 和充足放夜的位置 現在掛牌價是839,000 室內面積930呎 我們的樓層是三樓 這個建築是Polygon建的 2019年建好 它是幾層樓高的木結構房屋 我們的單位是三樓 地址9551ALEXANDRA ROLE 樓底是8呎9呎 廚房、洗手間 是8呎樓底 客廳和睡房是9呎樓底 方向向東 管理費一個月是470元左右 包括冷暖氣、熱水、排污、垃圾費 以及管理費等等 八卦一下我們附近的一些出租 如果是一個這樣的一間出租 是多少錢 一間是2600 就是一個一樓的單位 我剛才錄過一些照片 似乎開織方面跟我們有少許不同 821呎 比我們小100呎 租2600 另外一個是2100 這個再小一點 兩房一次 這個放租2100 我們現在很早 沒有多少人 平時來這個Square 經常找不到車位 其實這個就是剛才我們的屋子 走過來 大概五至十分鐘就走到 Walmart就在後面 Walmart再走進來 這條內街 有很多不同的店舖 我記得很久之前已經和大家分享過 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 快快吹吹 衣飽的肚子 待會還有下一個好多職業 我們今天去喜相逢吃 是一間香港茶餐廳風格的 大家可以看看價錢 這類的 跟我們在香港吃茶餐廳的份量一樣 就是這間 還未開 我已經開了 就是這間 我們進去 坐這裏 我通常喜歡叫衣餐 有個不知什麽扒 又可以有個雞蛋 可以選薯餅等等 9元 去到十幾元都有的 家子 還有後面的 這個是生滾粥品套餐 有很多不同的粥 不過現在我已經不吃飯 所以都不吃粥 但是艇仔粥其實很好吃 有腸粉 是嗎 有腸粉油炸鬼 總之大家在香港吃的東西 這邊我想大部份都有 那機仔呢 就叫了 你是豬扒是嗎 是 豬扒 大人蛋 還有西多士 西多士是破戒 破戒 很久沒吃過 那剛才機仔說分享一下雞蛋 其實大家已經去街市買雞蛋的時候 不是街市的超市 有很多很多選擇 那我們現在通常呢 嘗試會去選一隻 是叫什麼 free range organic 還有什麼 term 沒有抗生素 沒有antibiotics 還有抗菌 非基因改造 那呢 長話短說 背後的原理實在說到很大 那我明天都沒吃到飯 我還趕著去一下 那一刻 那其實簡單來說 為什麽要選這一隻呢 你會看到價錢 明顯比其他蛋貴的 但因為它是free range 即是放養 可以自由跑步 不是困住 我問它沒有那些基因改造的東西 那隻雞吃的東西 都是non-gmo的 即是 organic 那隻雞吃的東西都是organic 那這些雞出來的雞蛋呢 其實的quality 跟普通雞蛋都是不同 跟那些大批基因改 大批量產的都不同的 那個 omega 3 含露會豐富很多 做出來的那個 營養那個 營養價值 維他命 B 維生素 維他命 B 等等 都會比普通雞蛋多很多 可能你吃一隻雞蛋的營養價值 已經等於你吃幾隻 類似是這樣的 最重要的是organic organic 就是沒有農藥 即它吃的穀物是沒有 經過有農藥的位置 農藥是一個毒素來的 肝排不到的 所以吃了下去 肝只會積聚很多毒素 還有這些是長期的 它不會馬上顯現的 嗯 沒錯 還有雞蛋呢 我們現在都不煮太熟 之前我也是煮得很熟 像牛扒一樣 嗯 還有雞湯和牛扒 原來是一樣的 它的 omega 3 預熱 也是會死的 所以不全熟的營養價值 會比較高 來那個西多士加多一個半 是嗎 是啊 你加了一點鹽 所以你比我貴 然後總共埋單 加上GST 就28.5 還沒計算小費 那好吧 我們現在出去結帳了